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恶之焦点》 讲述了一名被学生喜爱的教师黑话杀人的故事 影片中多用歌曲来渲染氛围 并且暗示情节发展 同时节奏紧凑 仿佛拥有磁力一般吸引住人的眼球 影片的开始是两个大人在卧室谈论孩子的问题 一个不穿衣服的小孩拿着刀走了进来 一所学校里 老师们正在开会商量学生作弊的问题 连时提议 可以让无线电视的老师协助 在考试时设置干扰电波 让学生的手机失去信号 其中一个领导说这样不合法律规定 会议结束 连时回到教室给学生们上英语课 可以看出来 她是一位深受孩子喜爱的老师 一位爱抽烟的家长到学校说女儿被欺凌 她情绪激动 并且有些蛮不讲理 两个女同学发现同学美咪和胡子老师 一起进了体育器材室 然后他们一起去告诉连时这件事情 原来美咪是因为在超市里偷东西 被胡子老师发现 所以一直被其威胁 连时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后 带着美咪去超市道歉 并且让美咪发短信给胡子老师 帮助她摆脱危机 学校考试开始 无线电老师在监考的时候 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没能顺利作弊的作弊男 在考试结束后 被小混混们揍了一顿 作弊男和两个小伙伴们 在楼梯上总结失败的原因 作弊男猜测是无线电波受到了干扰 他怀疑是无线电老师干的 无线电老师正好路过听到 说他不背着锅 还让作弊男小心一点 爱抽烟的家长又来学校闹事了 老师们怎么解释他也不肯听 因为英雄救美的举动 美迷对连时产生了好感 果然 女人被帅哥搭救 就会容易爱上对方啊 两人在天台亲亲的时候 被同班的小混混男看到了 爱抽烟家长的家门口 有很多装了水的塑料瓶 他左等右等 也等不到儿子回家 生气的把烟头丢在了地上 没洗面的烟头 碰到了塑料瓶 酿成了火灾 原来塑料瓶里的水 被人换成了灯油 连时发现枪发好的酒蜜老师 是一个同性恋 并且对象是他的学生 他通过威胁酒蜜老师 得到了一间很漂亮的房间 来撩美迷 美迷沦陷了 教室里突然有人打架起来 原来是有人在论坛里 说爱抽烟的家长 家里的火灾世界 是混混男干的 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美迷有些怀疑 连时和这件事有关 而且连时已经开始黑化 他约混混男出去喝酒 然后杀了混混男后开始埋尸 他先听到了 无心电老师和作弊男之间的对话 在无心电老师坐地铁的时候 把他打晕并伪装他是自杀 作弊男知道了真相 却被连时抓住 连时拿着作弊学生的名单质问他 他回答了之后 依旧被残忍的杀害 连时回忆起 在美国时和一个变态杀人狂 一起杀人的故事 之后连时把他杀害了 因为他觉得他们不是一路人 看到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影片开头的孩子就是男主角 他杀了父母之后自残 报警说是外面闯入的坏人干的 他看起来十分强势的人生经历中 都隐藏着命案 不难看出 哀愁烟家长家里的火灾事件 也是他干的 美咪发现了 连时的包里有混混男的手机 他质问之后 连时撒了一个拙劣的谎言 美咪还是选择相信 学员记前夜 大家都在布置教室 在天台上 连时把美咪打晕后丢下楼 伪装他是跳楼自杀的 女同学来到天才找美咪 害怕事情暴露的连时 把女同学给杀了 之后他彻底地放飞自我 打晕了酒米老师 并穿上他的鞋子 拿起猎枪去屠杀学生 想嫁祸给酒米老师 最后只有作弊男的 两个小伙伴获救 并且他们发现了 可以作为临时杀人的证据录音 但是一切似乎都没有结束 只是下一个故事的开始 这部电影表达的 是人性的恶 到底可以阴暗到什么程度 为了一己私欲 杀了这么多人的临时 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